趕快下 趕快下 遠景朝男子噴灑辣椒水 要他放下手中的翻刀 因為嫌犯不久前 就是用這把刀砍殺房東 等一下 等一下 不要動 為什麼要砍殺房東 原來他積欠兩個月的房租 日前又因為吸毒還要砍人案 讓房東決定要跟他解約 請房客走人 沒想到陳信房東 上面要拿鑰匙 嫌犯就持刀砍傷房東 現在趕快出手 叫他們擦成功 進行的人覺得會生事 開始嗎 在四周五 我現在就走 以後要退出 左右鄰居嚇壞了 而被砍的陳信房東 頭部 肩膀 手掌 手臂 腹部 都有刀傷被緊急送醫 而這也不是嫌犯 第一次傷人了 短短不到一個月 三度進出警局 你耶 我帶這個要做什麼 防身 9號只因為與路人擦肩而過 有碰撞就揮拳打人 16號因為買便當被瞄了一眼 持刀追砍被害人 事後1萬元交保 但不到兩個禮拜 不滿房東感人 房客持刀 橫砍房東 因為屋主不願意敘租套房 給這位陳信的房客 而且口角 並引起這個房客 失控後拿起 那個預藏的那個翻刀 朝這個房東來追砍 想跟恐怖房客解約 沒想到就被遲刀橫砍 被害陳信房東送醫後 索性沒有生命危險 但一想到上回房客遲刀傷人 最後1萬元交保 這讓被害人 和附近住戶提心吊膽 生活在恐懼中 記者訊息華 邵紫陽 S群小組 新北市報導 大 大